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三世 生于西渊前1194年 死于西渊前1163年 在帝王谷南方约两公里处 建造了帝王谷附近中最大型的建筑 且至今保存最完善的哈普神殿 很特别的是这里曾经是一个 具有复合功能的建筑群 即宫殿神庙及牧师于一生 神殿的名称也符合这个说法 因为Medinet 在阿拉伯文是城市的意思 而哈普则是这座神庙原本的名称 建筑哈普神殿 首先是第一中庭 是当时举行仪式和娱乐的场所 右侧有七根方柱 每根柱前都有法老王拉美西斯三世的立像 双手交叉在胸前 是迷亡欧里西斯专有的姿态象征 第二中庭的柱子有圆形的紫砂草柱和方形的娱乐西斯柱 二种不同柱形 柱子顶部有象征下埃及的紫砂草 与代表上埃及的莲花等传统事物 许多的浮雕色泽历经三千年 尚未完全退色 相当不容易 这是拉美西斯三世与 朱鲁头托特智慧之神并做的雕像 来到最里面的祭坛 因为西渊前27年的一场地震 正断了柱子仅保留下来 24根柱基 其直径约3.5公尺 所有柱子内墙可满浮雕 内容都是描述英勇的 拉美西斯三世将众神献祭的事迹 而神殿大门与西利亚门之间 有一处专门祭祀 阿蒙太阳神较小的神殿 其功能与位置感觉 有点像台湾的土地公庙 阿伯 爱奇报道 阿伯太阳神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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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